经常被拿来对比的明星 赵丽颖杨幂争一姐 肖战王一博比拼人气 作为公众人物 娱乐圈的明星一举一动都聚焦在灯光下 由于某些相同的特质 很容易被拿来对比 今天 小喵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经常被拿来对比的明星 杨幂和赵丽颖可以说是 被拿来对比最多的女星了 两人都是85后小花中的人气王 在电视剧领域都取得很高的成就 谁是电视剧一姐的争论从未停过 之所以会被联系在一起 还因为早年赵丽颖经常被错认为杨幂 在这样的争论中 两人都成为了电视剧领域炙手可热的小花 颜值长相 演技 代表作 穿衣品位 学历 都能交据话题 作为接班人的杨子和迪丽热巴 在争夺资源 人气方面被对比的也很厉害 杨子是90后中公认的演技派小花 牢牢霸占收视 观众缘好 深受观众喜爱 而热巴则是90后人气王 号召力强 资源也好 在小盈评上影响力也很大 而两人真正被拿来对比 还是因为在电视精英节上 两人争夺精英女神 精英事后 精英人气等奖项 双方粉丝也杠上了 自然免不了一番对比 郭德纲和林志颖也是经常被拿来对比 原因是两人同龄 长相差距却很大 感觉好像差了一倍 吴亦凡 陆寒 张艺兴和黄子涛都是人气顶流 因为四人都是EXO练习生回国发展的 谁发展得更好 人气更高 粉丝间攀比也很严重 李亦峰和杨阳则是公认的国民校草 都是长相青春洋溢的实力派演员 谁未来发展会更好呢 刘亦菲和刘诗诗是很受喜爱的女神 一直兢兢业业演戏 口碑都很好 且都是气质女神 谁更美的话题也是没断过 两人的长相都很有热点 辨识度高 只能说各有各的美吧 王俊凯 王源和易烊千玺 三人是同一个歌唱组合的 但因为三人都各自拥有庞大的尾粉 在争夺应援资源上互不相让 摩擦不断 因为这样 三人也常常被拿来对比 从长相颜值 人气 作品 甚至身高 都会被各自比拼 陆涵和蔡徐坤作为新老一代流量小鲜肉的代表 自然也少不了一番比拼 谁更受迷媚喜爱呢 郑爽和古丽娜扎都是张翰的前女友 因为感情纠葛 两人也经常被联系到一起 在陈情令中走红的肖战和王一波成为了当下最火的流量小生 人气争夺非常的激烈 王一波资源好 走全能偶像路线 而肖战专注于演戏 虽然选择的路线不同 但同位顶流 自然也少不了一番对比 对于这些明星 你喜欢谁呢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